第二个话题就是 本身是很技术的 我是有教职务刑 务职务刑 香港有教的 但是我很怕那些数字计数 就是那些多少天 就临着我自己打工呢 我也不会计算的 因为我读职务刑 或者英国务职务 是讀它的主要是principle 什么是长期服务不是长期服务金 什么是不公平摆顾 什么是一个合理的解雇 一个案例 用什么principle去back up 不合理解雇不公平解雇这些观念 香港这些是跟普通法的 就是拗不拗人要不要培育这些呢 就跟普通法的原则 但是究竟具体那些赔多少钱 多少日你就要开始这样 那大约我还记得十年了 上次打工十年前 大约有三个月后你就长工 长工之后到两年都没有 好像要赔个月给你吧 两年之后就有长期服务金 所以很多人在两年前就炒人 那些无量库主 就没法去保护他们 那些是有些的 香港的务工保护不好的 就是不公平解雇 unfair dismissal 还是没有的 那我回来那时候三十年前 已经抄了英国那条条件 我回来 交给阿廖承利 弄了一条 Pirate Member Bill 就是过到前两年 过不到的 那真的很流行 那什么 Pirate Member Bill 没了这件事很久了 好了 所以始终那些议员 肯定不公平解雇 始终没有立过 但是之后呢 现在说是二十年前了 二十年前 过渡了 回归之后 过渡了之后就搞强积金了 原来留到一条尾巴 当天就说要那些雇主同意 肯通过条路 那些自由党 现在还是很有能力 建制那里 那就难得的 就说如果要解雇雇员的时候 你赔那么多 但是那时候已经有强积金了 开始有了 那我雇主已经供了强积金了 给了5%一个月了 供了那些钱就拿来对冲 那就是这样了 比如你做到第五年 第五年就有长期复活金 或者就是 遣散费 两年那些叫遣散费 接着那些就长期复活金 那他的计算方法 去到五年就是每个月 就是每年给你一个月 现在都不是给足的 是给三分二 那么梁振英刚才提过 就每一年就给一半 就是半个月 那么很多人两边都吵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是三分二 好了 那么 就是现在这个方案 但是又限了它是两万多元而已 最多 是 就是 就是 一万五大约 就是大约 那就是上限三万多 三分二就是一万五 那就是每一年就给多一个月 给多一个月 那这样算吧 所以 就是有长期复活的 遣散费 遣散费两年就有了 诸如此类 那这些呢 都是一个进步 常情就大家打工 当然就很留意了 那我想都 大约我知道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 多少元那些 不用打工不算 打工仔就算得尽了 当然 那是法例来的 因为普通会计 普通会计员就算得了 对表这样算出来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问题现在呢 这个时刻呢 其实是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 那你说商界的关系 这个不是好时间 不过从来都不是好时间的 这些商界人最认真就是这样 永远说不行的 营商困难 那永远会拖延去去 那没有啦 那现代的经济呢 我自己总的跟我们以前不同 以前工作是很稳定的 可以是很稳定的 所以呢 你对工作的贡献率也很大 那现家社会呢 那些人是不喜欢长工的 那变成了 就是碎片化了 就是工作的性质 那可能很多人是喜欢的 你说如果纯粹跟一个 在工作里面 找快感的一个原则 这样的角度出发呢 那你反而是 就是将它的 就是欧盟有些法例的 就是说你短时间工作 你都可以按比例拿回你的权职 类似这些权益 就是这些有两年五年的限制 就是长工才有 短工没有的 甚至捐绩更加没有 没有任何保障的捐绩 但是呢 欧盟有法例 就是这些都要按比例得回那个权益 就是变成了 那些劳工的法例 那凡是一个社会进步 法例就复杂了 那凡是影响到商人的权益 他都说不好的 那这个就没得咬 但是事实呢 就是少了冲突或者罢工 这些东西 就是十几十年来 那稍微改善也好 那现在当然也不是什么好的改善 那很好笑的 社会主义的嘛 里面的基本上的劳工保障 我估计是好过香港的 虽然他要研究一下 就是他的法例的保障 起码写出来 做不到一回事 大多数都做到的 因为他大企业多 大企业当然跟政府政策 好了 那香港好 叫做有些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不关政府的事 政府不会给钱 那现在呢 就是呢 昨天突然间三毒通过 但是我们好像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了 说要搞的嘛 那梁正说搞不了 插房搞不了 那为什么搞不了呢 因为那些 建制议员是这样那样 今天是史无前例 是好时机了 虽然没有了民主派那些 李卓人等 但是那些工联会啊 都有这个传统的 都争权益的传统的 不过去到尾 又不敢违抗共产党的意思 那现在真正似乎有多少 当家作主的味道了 所以就破了命拿财 没几可有些表现 每个人都说 功劳归于我 那我不会的 我功劳都是归于公盟领导 过几次罢工 过去若干十年 还有我归功于 现在有任何社会福利改善 都是归于2019年的勇武抗争 是吧 就是等于六七年暴动 暴动完就是搞这个法例改革 七十年代是麦里奥来搞的 现在是劳工法例 你知不知道 以前什么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月就那个月的人工 炒你就炒你了 七十年代施知山 好啊 整天歌颂 政府态头歌颂 是最冷闻闻齿的时候 最穷人来说 对打工仔来说 现在是进步了很多 但是因为暴动 现在为什么这么好死呢 都是因为暴动 加上高移民 你说时机的确是 因为现在发业萧条 你再搞这些事情 加重一些小老板 不如结束了他 趁你法例正式通过之前 省点了 那我不排除 但是这些事情迟早要做 时机永远要掌握得好 那也没办法 现在掌握得不好吗 是吧 唯有眼光光的 过了 今天就 插浮反而没有人问他这个事情 但是他叫做做一件 他承诺过的事情 正光来说 然后做了 是不是好事呢 我觉得 绝对不是想做好事 他就是整股阿超 那这么正的事情 你不通过 九月都通过了 差几个月而已 就是立法会停了 然后开回 阿超做特首的时候 出来游说一番 这个彩不错 两任特首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很多事情 深层次矛盾 要他解决 住屋要他解决 住屋呢 阿超婆就不会解决的了 得罪老板 那些真是老板 地产白权 当然是真老板 只要一般工厂 小店 请一百几十人连锁店 那些老板 就不当你是惹的了 你没有什么 差婆 所以说不搞 说不搞 到最后就绝对通过了 绝对通过了 那当然了 你在这么烂议员的入场 都要快快搞定他 不是夜藏梦多 下任特首 可能不知道怎么办 过了会期 又要由头提过 那昨天就是三读 二读通过 好像应该今天做了这个 一个二读通过就差不多了 委员会过 委员会过了 现在五年左右 做了五年左右 有每个月加一个月给你 两年就有遣散费 诸如此类 校围好些 但问题现在最害怕的 当然是没了份工 多过是长期服务金 不是给多了你 而是雇主负担这件事 哎 搞清楚 不是雇主送给你 以前就不用 如果长期在你的强积金里扣 现在问题的强积金 都是在亏钱的 都是啊 他又是给少一点 他又不用的 炒人 只是说强积金提早 他拿走了 其实你自己 什么 现在不是 哎 雇主都要给多少 是 这就形伤困难啊 不要做了 我也贊成了 你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了 香港 是不是 中国是社会主义嘛 是中国宪法来的嘛 香港适用嘛 梁美芬经常说 是不是 这个当然是错的 不过他说是 就当他是 这些好的 中国宪法里面的好东西 行社会主义 要照顾工人利益 你没做啊 又不见你做啊 你这些人 现在终于做了 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好事由于阿茶婆就走 快快搞定 他有一个很狡猾的地方 就是他拿了这个彩 还有一个他拿了彩 有没有留意呢 这两天是发生的 就是他呢 不加工工了 照计他自己7%的嘛 第一他加已经有反应 有反对性的嘛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中联版了 开始 喂不要啊 这样突然间发晦气 不处理了 本届政府 下届搞定了 就是不用加了 立刻这种锅 是锅来的嘛 其实深刻是锅 你一行政会一通过 就交商指控你 要自己拿钱走7% 你高官 你那些议员津贴等等 是吧 那当然想你快点啦 高模仁立刻吵了 快点过了他 低的只有两个几% 中层的有4% 高层有7% 全部说一两个几%就对了 阿超哥如果有位的话 这些是正义人士的意见 普遍认为全部 因为你影响低身的 通胀都过了 那你便 那高薪那些7% 全部都没有了 你不用想了 议员都没得加 议员当然想 我反对我反对 加了其他代 但现在不是突然间 插破 插破都揽炒 揽炒就是 算了 全部我都不要了 他都没有的 高级的全部我加了 留一只锅给阿超 那就显示他这一刻 这一刻 是不是有点鼓励 就是特意的 又不要看着他 虽然很多人觉得他是 他有这些气势 现在没肯定赞自己 前面的施政 最后一次答问大会 猛赞自己 再再显示他 那他最后想通了 就是了 大开大埋 这条这样的法例 对冲 取消强制对冲的法例 过了他 好像一个月前突然说 如果半届就可以了 突然扔上去 那你知道 那些议员半年都没有表现 那一声过了 那加以 我估计没理由反对 但是有一个人会反对 阿超 你让我坐 没有 这个坐不给你 接着呢 你快点加人工 我呀 因为我有份家 高官 三四十几个 接着呢 那我 被人骂 哇 经济这么困难 这些人还自肥 骂骂骂骂 他就做好人 那些警察每个都有 5个百分比 7个百分比 哦 那些 那他就很开心了 怎么突然插牌 没有 加烂加烂 雷兜雷 我欣赏的 我真的欣赏的 是吧 这些我不是什么都说他差的 是 看到他有些气势 这些小气势呢 阿超你有才说 我真的怀疑你没有 是吧 你怎么显示你的气势呢 还有一样东西显示到的嘛 7月1日取消了那些口罩令 刚才都说了 所以我突然间呢 大家又看看 不是 我当是 估计 就是当是 如果 看个小 7月之后 都是要 通行证 那些取消了 插破在未来的 三个星期 他还有两个星期走 一个星期前 就是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五、二十六那个星期 二十六那个星期日 二十五日 就突然间说 取消了他 如果他收到封 知道阿超准备 阿超都精的 既然不出声的 准备7月1日 送个大礼给香港人 大家开心啊 那就取消了口罩令 7月3日 7月1日 星期六 哦哦哦 即日取消 星期五 即日取消 大家愉快的周末 不用戴口罩了 会不会呢 他没什么可以送给大家 派多五千元 我不知道 阿茂波未必赞成 中央不赞成 没钱的嘛 不断派 好了 但是这些东西呢 这些人不是需要花钱的 很大危机吗 得罪那帮专家吗 那帮专家死了 叫他 不用怕的嘛 很大危机吗 不是的嘛 大家都知道没有了 危机 你根本上几百人而已 说来说去都是几百人 是不是 而且你预了几百人继续延续下去 永远延续下去都不要紧 整整一下就当没事就算了 因为封倒病就当然有 是不是 天冷就会伤风 天冷就流感 天热就伤风 一定会的嘛 热了 天冷就冷了 肯定有这些东西 所以 漸漸一定要变成 全世界都是这样 通行整 你看到迟早取消 不过习婆一直呢 我定下的东西做到尾 但是我可以提早几日 取消下去 那等着阿超呢 呼 一路上工 啊 新特首你有什么新的 有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 我加快公屋建设 加快田海 田海 田海停完就可以 你们有居住了 田海多久了 十年了 多久了 啊 取消这个 啊 强积金对冲 这个彩应该是给他的嘛 是不是 就是上任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跟着加快 他已经想到加快公屋 那个审批程序 谁不知就是原来说 就是你没泡好水 没泡河都照样 你中夜去住了 没电了 你点蜡烛 这样加快 当然没意思了 对不对 他是没什么巧 听不到他有什么巧 但是这些是现成的事情 现成的事情 你是不是满足那些 又不用满足商界 贪他都是没有商界 没那么多 那你想死 阿财婆商界很多 阿财婆是保护着地产的利益就够了 医疗和地产的利益 其他那些叫商界 叫你卖衣服那些 田北辰那些 设计二次 卖衣服 整厂 你开酒楼那些 那些叫商界 他来说黑痴 全部不管 所以他就站硬 但是到这个 阿超上场了 起码有两样东西 这东西就撕掉了 第二样呢 家人工 家人工是祸 来的嘛 你试一下 一上场 7个百分比不够 加10个百分比 通胀辛苦 大家辛苦 杀了他们 然后全民反对 他可能直接是要 全民的意思是不要 减好高官 我想他一定要满足大家 所以没有人的了 他是不加工的 他自己也不能加 好了 还有一样 当然就是这个 取消这个口罩令 我们最关心 这件事 这件事 插衣服上来 未来那两个星期 突然说 现在情细比较好 我们营造宽松气氛 尤其是如果 如果 他收到封 阿超准备 这样做 我先理一步 做完 就 等你无得为 等你无得拿彩 是吧 他会不会想起这些东西呢 他整个世人的性格 都是想起这些东西的 赵婆 是 尤其是现在 叫他走就走 没有安排到后路 你看 问到 我任何地方 服务香港 任何方式 我都是乐意的 我都说去老人院 帮得阿婆洗脚 熟一罪 你哪有可能 还有希望 找到位置 商界敢不敢请你 敢不敢请你做顾问 给你一些好处 牛这样盯着你 所有人 那你怎样 你不被人告 你会不会被人告 当然会 有很多事情你失误了 可能犯了法 你不知道 现在看看 是不是秋后算账 你看参政权就知道 很小事的参政权 贪了跑步机 贪了交易 是这样的 你估计你任何人 要找你 一定有的 现在是玩不玩够他 所以他想到这样 万念俱灰 到最后 所以我们的抗争派 抗他打争派 乐观些 我觉得为其不远 所以不要经常被那些 没有料到的那些 专家吓到 烧学员 击到 无需要 好 今天说完了